各位同学,那这个就请以我们最后的时间了 那老师有把这个网站分享给各位 那各位依序记得就把 道歉,我还不会遮像技能 那这边部分呢,我们就 老师这个档案有分享给各位 你们可以在Colab的档案 这边可以去做 在云端定存副本 然后存成你自己的档名 那老师是Steve,可以存成你自己的档名 那记得你的资料集要上传到你的Google Drive里面 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 那上礼拜我们已经探讨了这个资料集了 做这个点击率的销售的预测 那这边老师刚才已经重新执行过了 你把老师的资料呢,copy成你自己的资料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执行 你可以去做全部执行 那他可以把老师全部的程式码 执行过一遍 那你自己再增加你自己的程式码 那这里还有一个检视的画面 这边有一个如果说有收合的话 有些区块它会收合 你可以按这个展开 区块这个部分把全部的区块可以去做展开 好,那这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资料 包含了14个栏位吧 有14个栏位 包含了年度、月、哪一天、older、什么国家、section ID page 1 它是所谓的最主要的产品的分类 那它还有一个是closing的model 有217个分类 颜色有分类 那再来就是它照片所在的位置 有6个位置 再来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它的price 那还有price2有没有超出它的平均的价格 最后是它这个所处的产品的页面的位置 当然page 1 是最好的 2、3、4、5 一共只有5个页面 好,那这边我们上个礼拜都已经提过了 我们回到这边的部分 这边都是做一些勘查 我们每个月份最高的月份是在哪里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销售最好的当然就是我们的4月份 4月份是最好的 最差的大概就是7月 那因为8月它只有13天的销售 所以说我们把它去除掉了 这是上礼拜所提到的 这边都是细一个 每一个每一个把它单独列出来给各位看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做的呢 就是想去看一些所谓的Pie 我们的圆柄图 圆柄图我们是画这个Pie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找的呢 就是月份 找出来的月份 这CS是我刚才 我们前面已经截取出来的资料机 我们现在截取的就是月份 还有跟价格的部分 那我们Gloobuy呢 当然就是去算它的月份 Gloobuy月份 一共有几个月份呢 有5个月份 那我们也把其中的8月份 企图掉的话 那就是5个月份 从4月、5月、6月、7月 4、5、6、7 那有8月 8月应该里面很完整 那可以看出来这个月份的这个比例 那我们用的部分呢 第一个这个取得去两个 一个是CS的DF 还记得吧 一个是CS的NA NA的话 这个NA是没有含8月份的 那我们做的部分呢 就Gloobuy 用月份 然后取它的什么呢 取它的总金额 价格的总金额 算它的比例 好 最终算出来的时候 可以看出来 以这个1、2、3、4、5 这5个月份来讲 比例最高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April 我们的4月份 销售额最大 占了将近有三成 29% 那接下来的是 这个5月份 元美 绿色的5月份 那如果说排除8月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出来 4月份的话也相对的还是比较高 那5月份 再来是 这个橘色的是7月份 那6月份呢 是相对的比较高 那这边呢 都可以看出来一些的 颜色的颜色的颜色的颜色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依据衣服的形态 Crossing Type 我们一种有四种形态 这个有裤子啊裙子啊上衣啊还有一个是On Sale的价格来看 那一样我们用的是CSDF的所有的来看 包含了8月份的资料 我们找的呢是找Type 还有Price来看 Type 不同的类型 因为我们已经把Type转成了这四类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画的图形呢 就是画Bart 画这个长条图 依据的就是Index Index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产品的 四个产品的名称 那接下来算的是它的Average 算它的Average 就算它的Average 好 那 就出来看出来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裙子 裙子卖的是最好 裙子卖的最好 那当然On Sale的还好 On Sale没有那么大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裙子卖最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那这个是Total Price 我们看一下Item Sale 我们这边来画的是画Subplug Subplug 而且是几层几呢 22乘2 22乘2的话就是四个图 就是把刚才那四个图画出来 好 那一样 我们现在一句的部分呢 画的是Bart 前两个画的是Bart 后两个画的是Pi 我想这边其实做视觉画呢 都可以相对的去做一些的呼应 这些你们成事嘛熟了 接下来就是哪两个要去画出来它的比例 好 那这边因为都执行过了 所以说你们可以去看 那一样这边的部分就是当我们做出来图形化 视觉化的时候 我们分析的人员一定要去做个解释 那一样我们这次的期末报告 请各位务必 那三个的期末报告 每个档案请各位除了我们数据要去做说明 然后内容要去做解释以外 最重要就是你看到了这个图跟这个表 它代表什么意义 请各位务必要去做解释 那这边来看到没有它说这个群子价格虽高 但是它的销量是最少的商品 好 那这边也可以来看到 这边都是它的一些销售的数据 这个请一个来看 群子它的销售的数据是排行第二 Scrime 这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销售的价格 跟我们页面的是不是有相关的关系 那价格在还记得我们的page是page 1 2 3 page 1 2 3到第5页 那所以说相对的我们在去做这个online sale的时候 前面的页面浏览率当然相对的高 因为到后面它浏览率相对的就会比较低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去找的是一个叫做price page price对page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把它取原先的ds 然后我们取成一个叫做pcs的p 那我们group by 摆什么呢 摆page 一样page 一页 二页 第三到第五页的me 还有它的sum 我们去做一个处理 好 那这边我们来看到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5页的部分 它说average price per item on page 这个在不同页面它的平均的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看起来前一两个页面的销售单价是比较高 销售比较高大概在40多块美金 那第三页的时候相对比较低 4 5也还好 那这边可以看出来 那再来就来看它所谓的total dollar sale per age 这边可以很明显的来看 这个第一页的销售金额相对是比较高 我们第一页的销售金额是取上 取上 好 这边可以看出来我们第一页的销售金额就会比较大 好 再接下来这个是算numbers 几个卖了几件的衣服或是商品 那从这边都可以来看到月前面的page 它相对应的 不管它的总金额还有它的销售金额都是相对的高 那这个是很好的 所以说就可以知道在这个online的sale的时候 当然各位的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这一个页面放到越前面越好 对不对 好 那这些都是可以从我们的数据里面可以看出来 好 一样这边是我们刚才已经排出来了我们页面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页面对于总收入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一样这个比例 从这个图表拍的图表来看 1的这个比例相对是最高 那2的部分是几次 那越到后面它的销售呢 不管它的这个销售的总额还有数字 这total的sale 还有它的销售的键数呢 都相对的会比较低 好 那一样这边都是一些的结论 可以看出来我们依据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对于我们的行销是很有帮助的 好 那也完成了我们这个点击流的销售的分析了 我想今天呢就让各位演练一下 因为我们并没有期末考 所以说呢老师呢出了十个题目 这十个题目其实各位可以从这两周的影片 还有程式码里面可以去参考到相对的答案 那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做十个题目 还有十个题目 那原则上大概前面都提过了 只是前面用的是整体的销售 那这边几个题目老师是用 哪个国家 比如说在US 在美国的部分或是在哪里 那相对的有些是price对location呢 我们现在是price对date 哪一天 哪一天 一个月的销售时间 日期有没有对于我们价格会有影响 好 一样 那第九个是针对它的这个page page 1 它的我们的这个main product category 那请各位去画面密度 好 那这边 因为最后一周的话 请各位呢 花点时间 都是老师在讲 所以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利用大概 听完影片之后呢 利用三个小时的时间 去做答这四个题目 那十个题目做完之后 一样 请各位 你们就回传 你们修改完的这个 这个是老师的词词的词词词 你们这个麻烦一下 改成你们自己学生的学号跟姓名 一样 把这边做完的结果 那你们就陆续往后面去填写 陆续往后面去填写 好 写完之后 注意 务必要再做 这个动作 要去做分享 这边 要去做变更 去做检视者 知道连结的人就可以看得到 好 那copy 这个连结网址 就可以上缴这次的作业 好 那这周呢 就算比较简单一点 最重要是让各位再多练习 因为讲了那么多 各位一定要思考一下这些题目 要怎么用python来解决 好 OK 那我们这下的时间呢 请各位就完成 今天这个礼拜的作业 好 那我们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 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 三个小时以内 请回答这十个问题 好 OK 那下礼拜呢 就是各位要缴交 我们的期末报告 那个三个报告 好 那可能老师还会请你们 多录一段新的影片 大概可能五分钟啊 还是十分钟 到时候老师会去做宣布 好 OK 那我们这学期呢 谢谢各位同学的 这个选修 那各位有任何问题 再跟老师用line 或者是用fp来联络 OK 好 拜拜 那接下来三个小时 各位就回答这四个问题了 拜拜 拜拜